民主登高有禮物收 忠言你要不要? 古有重陽登高,今有民主登高 昨日和平戰中集合大約六百人齊齊登高上山頂 李卓人、毛曼靜等泛民議員都行賣一份 我們的記者就拿著攝影機跟著他們一齊走 你們真的走得很快,希望民主來到香港好像走得這麼快就好了 走了三個小時 終於有氣頭 這麼辛苦走了三個多小時 到底為甚麼? 就是為了這瓶鹽 我幫你這瓶鹽 除了有瓶鹽,還要有一個話事人才行 深水請的朋友應該都會留意到 一路上好像不多見佔中發起人戴耀廷的新景 直至去到山頂才見到他 腳有事,我現在才來加入他們 最後那段我和他們一起走 既然一場來到,大家齊齊打手印吧 之後一班泛民議員還大大聲再次宣讀政改承諾書 表明他們絕對不會走數 不符合國際標準 我們莊鹽承諾 肯定會予以否強 戴耀廷一再強調 說只要人大常委會 將特首候選人的出閘門南定在過半數 就會立即部署佔中 今次又登高又宣誓 看來應該都事在必行